19号马英九在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表示 不排除有朝一日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会面的可能 但暂时没有时间表 马英九首度以国民党主席身份接受路透社记者专访 在被问到他未来是否会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会面时 马英九回答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但现在还没有时间表 因为眼前的太多经济问题要处理 马英九还表示 两岸经贸关系越来越密切 未来一年会签署更多协议 其中两岸明年渴望签订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 这会使台湾的经济增长4% 另外20号上午在台湾立法机构的质询会上 行政机构负责人胡敦义表示 两岸未来一定要建立更多的互信 当内部共识更高时才会有胡马会 至于何时没有时间表